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就煲个素汤 现在我就要切了淮山 去皮一条 红萝卜一条 也都切开 放几片姜 切成 这个汤就是猴头菇 我浸软了 大概浸半个小时 就已经软了 这里有一块半 一块太少 两块太多 那我就选了一块半 这个定要剪一剪 浸软身之后 我们这样揉一揉 让它洗一洗 稍微洗一洗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剪一块一块 一块的 这个就是去皮的栗子 300克 那如果大家想知道 如何去皮呢 可以看看之前的连结 是影片下面有的 这个是核桃 30克 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不用浸 这个就是腰果和红莲子 腰果是50克 红莲红莲子 30克 稍微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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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所有的葱料倒进去 水滚之后 煮一个半钟 这个汤煮完很清甜 大家记得试试 醜汤煮完 吃饭 做饭 做饭 这家装 吃饭